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2日 昨天晚上我收听了《路德访谈》当中 几位博士的分析和报道 其中讲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对中共重新的定性 中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他们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今天有看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了两篇文章 一篇文章是 中国海军增长迅速受多方关注 印太上演合纵连衡 就这篇文章 那么今天看到国土安全部这个文章 也是法国发表的 对中共的新定义 给大家看一看 这篇文章 这位男士 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叫沃尔夫 你想沃尔夫这个演讲 代表着美国国土安全部 那么他现在把这个中共 这个定性为什么呢 这个类似恐怖主义性质的威胁的 这么一个主体 这个麻烦的确是大的 所以习近平上任以来搞这套一党执政家一人独裁 就搞到今天 这个谁听谁批评都听不进去 一鼓道走到黑了 你看这个从香港这个 越境跨境抓人 通通路湾世界 在这之前是王健民世界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陈宗书 啊书局 这个 姚文田案件 接着就是这个 通路湾 再往后就 肖建华案等等一系列 然后香港反送 到今天为止怎么样 又出来了 这个香港的政法委 周永康啊 小周永康 还从这个乌坎 镇压乌坎事件当中 窥子手 转移到这个香港 就当了政法委书记 起这个新名词啊 国安署署长 又出台了一个港版国安法 这个香港开始大距离抓人 和内地一样 甚至某些方面 比内地还要严厉 这个小的也抓 老的也抓 小的抓那个黄自峰 周庭 老的抓这个李志英 搞到今天怎么样 这个美国是火大 美国上下达成了共识 你看他不是蓬佩奥 以前中共不是回应 蓬佩奥嘛 骂蓬佩奥 这不是一个蓬佩奥的问题 美国整个政界商界 现在是共识 不要看拜登上 还是川普上有争议 那另外一回事 党派自争啊 但是他们对中共的 看法的改变 我认为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两件大事造成的 这个 几件大事啊 又不是两件 一个是刚才讲的这些 这个后来影响了香港反书中国运动 影响了台湾的原先倾向于一国两制的向往 结果台湾也变化了 和美国走一走一进啊 过一会儿也能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后来就是 这个 习近平是 这个 打压言论 不允许别人讲话 只要有不同意见 就是这样 造成李文亮 吹哨的声音没有听见 被迷命了 最后造成一个 个别的 十七年前曾经发生过的 很容易治理的 在早期啊 就和新冠 变成蔓延全世界的一个公共危机世界 现在已经成了全球的大灾难 肯定载入历史史册啊 历史上很少见的 光美国死的人是二战 总和还多啊 你想 美国能受这个委屈啊 就这一件事吧 是吧 另外再就是这次大选对美国的干预啊 这几件事加在一起 我估计美国国团安全部的部长 沃尔夫 可能也是 这个认同了川普蓬佩奥的观点 12月21号出席一个演讲 他在个什么活动的演讲呢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 演讲是讲到了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意识形态 和中国最近的恶行 恶行行动交续在一起 他表示呢 由他领导的部门 将进一步完善制定 应对中国对美国威胁的策略 可能进一步加强 对中共党员的美国签证的限制 演讲当中 他说 美国特别欢迎来自香港难民 并将与台湾合作 为从台湾赴美者提供 境外入国签证审查 安排 这个什么意思 这就等于是要跟台湾建交了 对不对 你只有建交才可以在这个按照惯例 才可以在这个 这个提供境外的入境审查了 你就在台湾设个点 人在那儿就进入美国国境了 就像我们现在 本人经常去美国就是 在加拿大你就过境了 对不对 我经常过境嘛 都是有体会 那么沃尔夫周一在华盛顿 传统集计会演讲 他说什么 川普政府一定制定 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 将根据三个法律文本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这是17年的 那么2020美国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构建第三个文本 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行动计划 而且这报告呢 又出了新的版本了 要出来要公布 即将公布 他表示未来会加强对 有机会窃取敏感信息 和技术的个人的筛选程序 也就是在入境 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集权统治下来 这些官员 商人 可能包括所有的人的审查 都比过去要严格 尤其对于共产党人的审查 估计很快就不能允许他入境了 这个就是和美国对中共的性质 最后的认定有关系 也会禁止与军民融合战略相关的 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 你想军民融合 谁提出来 就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就是军管事件 他上了以后 因为他想搞松生制 不想下去 他就想通过什么呢 通过军事 这个镇压的办法 管理的办法 一切都是像办军事化 类似像北韩那样 建立一个这样一个所谓的军事大国 完全是异想天开 你像中国这个社会 中国军人这个素质 他们能 称霸世界 就是想不通 他特别的愚蠢 而且狂妄 低估了什么国际社会的政治 尤其是美国的反弹 他低估了 结果造成现在这种困境 说是此前美国公务院3号 宣布了限制中共党员 及其知习亲属到美国 将签罚给中国共产党员 和家属的B2 B1签证的有效期 从以前的10年 见到一个月 多大的落差 以前只要是中国签证都10年 随便来走 据我所知有好多 过去担任那个 我听说好几个 过去担任部长级的 退休以后都在美国待着 当然我就不讲谁了 我听有些朋友讲 什么名 什么名 藏得很深 什么也不介入 当然也不是什么 做什么事 我认为 就安度晚宴 又愿意到这里来 以后你能行吗 只要你没入籍的话 人就给你限制了 赶出去了 是不是 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 你想过去 这个40年的合作 本人是印象极有心的 尼克宗访问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中学 在中学 我看那个报纸 一看 总统来访问 带着太太 哎呀 那觉得看人家下飞机下来 这个头发毛发 黄颜色的 这个深蓝色眼睛 大鼻子 那感到很好奇 想奇异 因为毛泽东那时候 你想以前那个红色 这个基础的宣传 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 结果帝国主义 就回来了 夹着尾巴跑就回来 成好朋友 你说多大一个改变 现在就改回去了 又开始这个翻美了 诋毁美国 这习近平走回去了 完蛋了 那么你看 这个他讲到什么呢 由其领导的国土 安全部配合国务院 进行这些举措 实行这些举措 正在努力将中共党员 入境美国的器械 限制在一个月以内 即使某些人过去 获得十年有效签证 就你以前有签证也作非了 就是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都是面子大的 如果你是党员干部 挣下人钱 将人举报了 进来以后 也给你整回去 是不是 所以就中国现在已经 就孤立 把自己倒行逆势 把自己孤立 国际社会之外了 完蛋了 不好 也变成敌人了 你想 每当我想这事 我都有点心痛 你说这个中美贸易战 你贸易逆差 五千多亿 人家杀了以后 要求这个 宁转逆厂 应该很高兴 说我们早就想宁转 也有一切 帮助我们改革开放 这个加入WTO 最后我带 一直帮我们 你看你 我们怎么能宁转 多买你的产品 你说吧 多给你点 不就完了 一带一路不要搞 有什么用 少搞什么那些虚夸的 这些 什么海军呢 军事实力的增长 我看 法广另一篇文章 讲到 说中国这个军舰造的 现在已经比美国还要多 比美国还要多出 好像是九十 九十七 根据这个数字的统计 说是美国海军到2020年初 大约有293艘舰艇 但是中国多少呢 中国比美国还要多 你想 你这不随时找事 你多这个有什么用 多三十七艘 我刚看了这个数字了 说是这个 比美国多三十七艘 你多这个艰 你想 你那个操控这些 驾驶这些 这些船舰的 海军的这些 这些工作人员 就这些战事军官 我都很了解 就是这个 大连水面舰艇学院 无胜利训练的那些人 那些人我太熟了 你说他们这个素质 能打仗吗 就靠这个军舰比 别人多三十七艘 你就打仗了 说习近平根本不了解 这个自己这个军队 到底有什么状况 你看人那个军队 不是我崔徐 什么时候出现过 徐才厚 郭伯雄是这样的人物 什么时候出现 房东门张扬这样的故事 这种内斗 哪有这个事 你光有军舰不行 你要有什么 要部队要连接奉公 你得有那种精神 你才能把仗 你给多这三十七个 有什么用 一开战以后 马上都投降了 这军舰都让人 击灭了 机会沉没在海洋里面 浪费老百姓的 民智民高 你有这个钱 好好地给老百姓 医保 好好搞用 是不是 劳动保险搞用 少点养感来 是不是 多帮助老百姓 干点实在在的事 把两家盒子 好好建建也行 对不对 到现在还是窑洞 是不是 到现在还有窑洞吧 是不是 还去参观 是不是 那个 把习近平那个 住过的窑洞 装修完了以后 去参观的人 住一个晚上 就五百块人民币 你就把这个威力师徒 金钱至上 这个社会风气 治理好 比什么都好 你就想一想吧 你在美国 哪有这个 你上去这个 这个林肯博物馆 参观吧 要五百块钱 当然也能拿门票 但是恐怕不会那么多吧 那不敲一阻杠了吗 是不是 这个 你看那个 还脱贫攻剑 派了胡振华 还到那个银川去 搞这个项目 那个项目 什么远 贫困什么远造成 就是中共 专制极选统日造成的 不公正 如果一人一票 选举领导人的话 在那个乡下 这个县城啊 老百亭选的人 当了县长 这个最起码 可以节省 一个一半的工资 对吧 书就不用养了 在那个县长 肯定一心一意味 群众服务 你不服 不服 第二 第四年 任期四年之后 又不选 你就完事 这样的一个这样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搞的东西 完全是 怎么说好呢 这个认知能力太差了 就是说一个没有文化的水平差的人 有了钱 不知道该怎么化 搞这些什么航母啊 山寨版的 搞这些军舰 在南海的岛礁建一些设施 把美国 净大了 净坏了 就像那种马事 那边一抽 惊大 就跑起来了 现在就这种状况 老美和N个自由世界的国家 被中国这种多多逼人的居身设施的增长 和这种什么西名狂妄自打的野心 和这个虚幻的官媒的这个吹捧 吓大了 吓毁了 对不对 我讲最通俗了 因为我这个不是什么大学的这个硕士博士 本人是下乡之情 回城之后就读了一个本课 但是很了解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实际状况啊 所以所以这沃尔夫现在终于这个觉醒了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透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本质 所以这个他这里讲到了 这个签证开始改变了 说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 5月份就发了公告 宣布禁止与中国军航有联系的中国共鸣 使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 这一政策取得震慑作用 确实对呀 你说人让你来留学 让你学完了以后 造福自己的老百姓 结果学完以后偷人的东西 回去之后呢 用这些东西搞什么人脸识别 步态识别 到处货货人 这样老百姓 人给你这个钱做好事 拿着钱回去做坏事 你想想人家那么不生气吗 对不对 而且做坏事 还有了钱再反过来 到了美国来操控 也美国这个 就倒霉了你啊 电脑啊 这个投票机啊 都没你投票机是吧 还要造假无名 还贿赂 美国的政要 美国的华尔街的商人 然后想跌覆美国的民主制度 利用人家民主制度来跌覆人家民主制度 对不对 贪官无力把钱都转移到海外 私生子转移到海外 老婆还在海外 好事都是你们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沃尔夫 这个讲这话 我认为很实在 川普 蓬佳奥的觉醒是必要的 他说 我们仅此参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 中国学生和研究人的入境 他们哪是来什么 学学 切人的机密 然后回去 这个 对付美国 这个 就像刚才讲这个 搞这些军舰 倒礁 在想 这个 跌覆人家 人家不火大 是不是 人家傻子 是不是 你一次骗人家 这个没有觉醒 十次骗人家 不长点记性 是不是 所以美国中学 终于醒来了 看见没有 他说呢 在这些人离开我国时 我们国土安全部 对他们进行了 额外的筛选和审查 以差别关键的 反情报威胁 并防止重要信息 被窃取 对呀 前不就抓那个 在大使馆里抓 抓起来的 那个叫 姓唐吧 叫什么名字 那不就是间谍吗 是吧 该抓 你窃取人情报 人不抓你啊 你逃大使馆 照抓不 抓得更厉害 是不是 美国国务院 9月30号公布 接受难民计划 首先把香港纳入 收入难民的 特殊分品国家 和地区名单 使香港居民 有别于众多庇护 申请者 可以在美国得到额外的远走 这是对的 因为现在香港 你想 整个是沦陷了 变成了人权灾难的一个 一个大的这个实验场了 你看对这个黎智英 70多岁 古兮自年的老人 你想 抓人完之后 这个腰上给捆个锁链子 像对的动物一样 你想美国等国际社会 看了以后 人能不生气 是不是 还觉得自己 这个挺美的 在媒体上 不停的就是 这个 刊登这张照片 那看的人越多 对这个 就共产党的看法 不是越负面吗 对不对 你看那个叫 贼东升 那个 那个就是 这个跳梁小丑 你看 以什么学院副院长 学者专家的身份 讲那番话 那讲的什么东西 充分暴露了什么 就是干预人家的这个 国家内政的 一个 一个犯罪行为 还当成一个 这个美的才是在那里讲 讲的下个人还很高兴 就整个社会在 共产党的污染下 人这个价值观 完全是扭曲的 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什么是骄傲 什么是愚蠢 什么是狂妄 什么是内敛 什么是应当得到 这些尊重的 什么叫人闭死了 听不懂 是多可悲啊 所以为什么 这个消息发了以后 川普 就看完之后 也很生气啊 转发在推特上 媒体也报道 舆论哗然 更加印证了什么 认证了美国 指责中共渗透美国 颠覆美国 干预美国 大选 贿赂美国的商人 华尔街 还有政要 这些罪行啊 正好提供这么一个证据 说人家送上门来的证据 你想想 这个人家怎么能不整你 对不对 人再老实人也得反击 是吧 别欺负老实人 所以这篇文章讲的非常好 沃尔夫指出 国土安全部 还有美国 伙伴协调 保护 美国人的敏感信息 防止中共 这个试图利用5G 这个互联网基础设施 进行情报 滲透 他说 我们将发布 一份商业建议 警告 不要使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公司的数据服务和设备 他特别强调国土安全部正在对TCL公司等中国制造商进行这个审查 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就一种一款这个全球最大的第三大电视制造商的一个一个一款这个这个产品呢 说是中共安装了这个后门的程序啊 让这些连入WiFi无线网的智能电视文件系统啊 就能在远程操控啊 这个我相信 我相信用了一款就是中国国内生产的就是这个充电宝啊 就非常奇怪 用加拿大的美国的没事 用它接到我那个手机上 我那个手机上面那个就是里面好像有人在操作似的 自动的跳出各种数据啊 就像有人在翻看似的 用它这个就出这个毛病 后来我听了有人讲说 他那个充电宝里边 他就按了一个东西 按了一个镜片啊 就干这个东西 就是小偷改变不了啊 这个这个偷鸡的本质 他任何时候都想偷鸡取巧 做害人的事 就没办法 何况有了钱 有了钱就是大偷了 江洋大道是吧 一直偷到人美国来 偷到现在就被人家已经看破了 所以人家给你火大了 所以你看这个演讲最后沃尔夫怎么说 中共的意识形态和中国最近的恶行是联系的 这个恶行可能是他们已经认同了两件事 就郭宏贵在这个视频当中讲到了 一个是新冠这个事他认为是一个一次这个生化武器战争啊 第二就是这个大选的问题他认为是中共在进行干预 我估计他是因为把这个事认同了 认同以后他才做出这个决定 说这使他们能够脅迫起全体人民 其中许多人是无辜的 不愿意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起攻击 他说他们同时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破坏我们经济的实力 并直接伤害或杀害美国公民 他提出我们在上个世纪不明智的认为 共产主义威胁已经过去 并不是过去的幽灵 今天他以中共的形势继续跟踪自由和权力 他强调指出 为了我们国家利益 我国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文明 这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明显和现实的危险 你看这话讲了多重 走不回去了 已经把中共定性一个类似于恐怖组织 本拉登的恐怖主义这样一个组织了 昨天这个路德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讲到了 因为他那些博士英文都超棒 所以人家看这个资料比较多 我这边讲的这个事还是我越来越相信了 原先我对他们这个团队 很多的这个一些说法不认同 或者一半认同一半不认同 现在我发现大部分都被事件证明是对的 是真实的 你看他这个电邮门 那不证明了吗 翟东升证明的 是不是 你要说光他们自己讲 咱们说好像是这个是偏见 翟东升是谁 共产党的干部对吧 一定是党员 共产党的这个 其实拍到海外的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中间人吧 跑来跑去跑单帮的 这边吃那点片 这样一个跳凉小丑啊 这个所以说越来越相信了 最后你看这个沃尔夫讲的非常坚定啊 为了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 我们必须继续关注和严厉回应北京对美国的攻击 包括经济间谍 签证欺诈 隐私盗窃 当中国利用其社会的方方面面来攻击我们时 我们也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 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媒体 机构 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个有关 有关方面都必须认识和防范这一威胁 媒体也讲到了 但是媒体现在很多都被中共渗透 不给这个拜登以言论自由啊 我还不错啊 对我还可以 好像我发这些这个 这视频影片啊 这些 YouTube也好 Twitter啊 脸书基本上都可以捅过啊 这个媒体也是存在的问题啊 你看他话讲得很坚定 在你们的帮助下 美国将不会成为中共 新时代下的又一个受害者 什么新时代 他的新时代就是指习近平自吹自擂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是什么 就是一党之政 加一人独裁 我给他再加了一句话叫 以鼓噪走到黑呀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